罗大佑,那个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如今很温柔。 图说,罗大佑官方图。 园领白色汉衫,粉蓝色毛衣,外搭一件米色西装,卷起裤腿的深色牛仔裤,再配一双白色运动鞋,还有一副戴帽园边框眼镜。 64岁的罗大佑站在涂装有自己照片的音乐专业巴士前,一脸春风,与曾经那个戴墨镜,黑风衣的歌手,仿佛判若两人。 接受晚报装访,罗大佑也是态度亲和,他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说,我脾气没那么大,他说是婚姻和孩子柔软了他,但也很怀念青春时候赤裂的自己。 图说,罗大佑装属音乐巴士外观官方图。 住过上海一整年。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,我2006年的时候在上海住了一整年。 上海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,我来住住看。 采访一时,罗大佑便不经意地爆料,来上海其实就是回家,当时住在达普路38弄一号海华花园,那会儿还没有日月光。 虽然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,但他把上海当作我一个家,搬来后先改到了房子的卫生设备,还找到了附近最适合他口味的茶餐厅,甚至大胆地自己开车出门办事。 但是,我还在海华花园的阳台上,看跨年夜的漫天烟火。 罗大佑说上海是他离家漂泊中的一站,他在这里倾听过,生活过,而这座城市和城市里形形色色的人,也给予了他无限的人生感悟与创作灵感。 与罗大佑一起亮相的专属音乐巴士,将从今天起在上海市区每天行驶8小时,为期一个月。 重新路过那些罗大佑熟悉的城市角落,也驻足为这座城市的一道敬丽风景。 图说,罗大佑装属音乐巴士内部官方图,充满童心写玩歌。 如果说巴士车外图画着黑色的,酷酷的罗大佑,那么经过改装的车厢里则是一派同趣和天真。 一条房子形式排列的罗大佑八张个人专辑,首会的演唱会海报黑板画和原木小板等,都叫人访若回到儿时的音乐课堂。 当了父亲的罗大佑,显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童心。 他说,五月的上海演唱会比起北京和深圳两场,最让他开心的就是又能和纯净的同声一起唱歌。 我们知道上海的少儿歌唱一直都搞得很专业,早早就从台北派了老师来挑人。 他说2006年在上海时候就录制完成了一大多儿歌,当时本来想出一张专辑,就叫21世纪新生代,但录完了觉得还不够满意,便没有发。 回台北后我也一直在整理一些词曲,这几年写的儿歌还不少,到时候正式发专辑,应该会有20首吧。 聊这些时候,罗大佑神情温柔,像一个邻家大哥哥。 图说,罗大佑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海报官方图,怀念自己的青春。 对于自己的温柔,罗大佑坦言都是给女儿训练的。当了爸爸以后,人生就不一样了。 但关于之前那些不一样的岁月,他也同样怀念。 当这个轻瘦的64岁的男人,坐在小板凳上,碰着风琴即兴弹奏起。 当我们同在一起,long long ago,滚滚红尘,一整代人关于音乐的美好回忆,伴着悠扬的风琴声,萦绕在空气里。 其实,罗大佑也是一个快旧的人。 他给自己的演唱会订名当年离家的年轻人,既是40年音乐里程的概括,也许自第一张专辑《知乎者》也A面第一首歌《鹿港小镇》的歌词。 他认真地告诉晚报说,我怀念自己的青春,虽然他并不怀念那个时代。